好安静,安静,先安静 先不用那么快地去批判 或者去定义它是坏的还是好的 先去把它经历了 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 反过去看它,你会感谢它 你会感谢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了 有的时候会想想这种执着的意义是在于哪儿 然后这个意义的基础是怎么样的一个框架 其实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像自己想的那么的 需要去执着 也没有什么特别疯狂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做自己这件事情 就是挺疯狂的一件事 陶飘飘和优顾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斗晴彤 你这样做有什么特别原因或者目的吗 这只虾有没有经过什么特殊处理 就是我是先认识了导演 有一段时间就没有联系 第二次见到导演是在欧洲 我就去了古巴 然后那个时候导演就突然给我发过来一个 是一个小说 是他朋友写的一个小说叫西斯廷快车 然后我就记得我就那天爬到了一个钟楼顶上去看了那个故事 我就很喜欢 然后因为跟导演也我觉得就是比较投缘吧 也很喜欢那个故事 我就一起做了这么一个事 他当时有跟你说是一个黑白电影吗 他当时有跟我说吗 当时好像没有跟我说 非常愉快 我觉得就是我也很幸运吧 因为的确第一次去拍一个长片 他给了我很多的安全感 因为这部戏他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跟导演在一块儿 熟悉是很快就熟悉起来的 而且包括性格或者是价值观也是比较相似的 都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一个交流方式 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人 然后非常的认真 因为他不只是男主角 他也是这个戏的纪录片导演 所以他同时要做很多事情在片场 每天都会见到他 每天都会相处 他可能看上去像是一个比较可能内向啊 不太爱说话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人 可能他代表着一种状态吧 然后我觉得我们平时生活中 一生中肯定都会出现过 我觉得出现过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说是很不一样之处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觉得像女主角这种旅行的这种状态 到处有什么状态会解决一些事情吗 我觉得并不是说我旅行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 这个女孩慢慢把自己的心打开了 然后也慢慢愿意去接受 自己之前不愿意去接受的一些面向 自己身上的 自己性格的一些部分啊 包括可能遇到的这些人 是一个他慢慢把心打开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让他变得柔软 让他变得能够跟自己和解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他还有女孩和男孩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 甚至说你说这个女孩就是这个龙虾 我觉得也是可以这么解释的 我觉得这个龙虾它其实是一个契机吧 因为它是五彩神虾嘛 所以这个女孩会萌生 想要把它放回大海里的这个念头 但是中间发现这个虾 其实就是一只普通的龙虾嘛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龙珠Z 贵心人跟悟空说 有一个塔 就是他要爬上去 他爬上去上面有一杯圣水 他要是喝了就能变得特别强 然后他就千辛万苦去爬这个塔 爬到上面之后 发现这杯水其实只是一杯普通的水 但是在他爬塔的这个过程 它变得具强 那我觉得这个龙虾就跟这个塔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女孩 因为这只冒牌神虾 踏上了这个旅程 遇到了很多的人事物 然后通过这些经历打开了自己的内心 所以到最后它是收获是非常大的 虽然这只虾是可能只是一只普通的龙虾 但是你要是看它的收获的话 那它就是一只神虾 我觉得生活里面肯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每天都有这样的例子 我觉得我们可能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事情 尤其是可能比较困难的事情啊 有的时候如果是心打开的一个过程 先不用那么快地去定义它是坏的还是好的 先去把它经历了 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反过去看它 你会感谢它 你会感谢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了 我觉得这个生命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选择题 我觉得肯定啊 就是生活中有很多就是非常执着的人事物吧 但就是在那一刻会尽量地提醒自己 就是能够看清自己的这个这种这种执着吧 有的时候会想想这种执着 它的意义是在于哪 然后这个意义的基础是什么 是怎么样的一个框架 然后其实就会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像自己想的那么的需要去执着吧 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们希望快乐不希望痛苦 就我觉得我们都是在一个寻找的一个这个一个过程 然后但是就是最后那个词导演有改编一下 忘了快乐只不过是另一种悲伤 因为它是一个相对层就是它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没有痛苦就有痛苦才有快乐 痛苦了之后你会快乐 但你快乐了之后你又会痛苦 你可能一开始很快乐 然后你就会开始想 那这个快乐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这个快乐我能不能一直留在我的身边呢 你就会开始变得患得患失 你就会开始焦虑怎么样才能留住这种这份快乐 然后其实它就也变成了一种痛苦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能够概括就是生活中的一种状态吧 开始拍了之后就感觉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想这个事了 但是就是拍之前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啊 因为对这事没什么概念 然后自己也没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是有了 但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非常幸运 就是有导演这样的一个导演 去一起去合作 因为他是给了我 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吧 其实我也没有就是说做什么特别多的准备 我当时也问了导演 他说你只要是坦诚和开放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相信了那件事情的话 那可能就是你能做到最好的准备吧 在拍摄这个片段中有没有很激进的部分 对我觉得因为导演给的空间非常的大 他也不会说就是说一字一句的要求你一定要跟着剧本走 也没有什么特别疯狂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做自己这件事情就是挺疯狂的一件事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觉得尽量会去 就我觉得比如说外面的评价是包是扁 我觉得其实性质上是一样的 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我不应该太去在意太多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要专注的把自己的这个事情做好就可以 希望大家可以去以一种敞开的心态去看这个电影 可能不要不用太多的去纠结于它的逻辑 然后就随着它一起踏上一次偶然的旅行吧 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 我们会得下进行无法化处理 我们会得下进行无法化处理